蒋万安遭受这样的攻击的时候 他没有选择闭嘴 他没有想说我把嘴巴闭上 在外面收余庸之力 没有 他是站出来请蒋万安 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子 这个是大家期待的 基本的正直 碰到黄珊珊 我老实讲我没看过他几次 站起来大家寒暄 握握手 对我而言是 我不是台北市民 我没有选票可以投给任何一个人 但是我那天只是讲我自己心里的话 我必须要强调 我在时代力量没任何党值 所以我讲的话 不代表时代力量的立场 这个陈娇华 他现在是主席 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但是对我来讲是 过去这段时间所看的很多事情 让我心里面的感受很深 我那天称赞黄珊珊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是又回到刚刚讲的周玉库事件 当他看到蒋万安遭受这样的攻击的时候 没错 他没有选择闭嘴 对 他没有想说我把嘴巴闭上 在外面收余庸之力 没有 他是站出来听蒋万安 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子 用这样的方式去攻击他 或者是攻击他的家人 这样的行为我老实说 我看了很感动 这个是大家期待的 基本的政治 基本的文明的界限 而一个候选人 在选战这么激烈的过程当中 愿意出来帮他的竞选 竞争的对手 出来讲几句公道话 就没有把选战胜负摆在优先 而是把价值先端出来 对 这不容易 不容易 那我真的跟他有实际接触 是2019年 我在立法院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以副市长的身份 来立法院游税 那游税什么 那时候我们的财政部 提议要废除印花税 那废除印花税 因为印花税是地方税 会对地方财政造成很大的冲击 所以他就来立法院进行游税 那在那场游税的过程当中 我会很讶异 就是说 第一个是 他对于市政很熟悉 对于财政的纪律 对于这些财政 这些制度的变革 那可能会对于我们 从幼儿园到银法族的照顾 所会产生的冲击 他不是来跟你哈拉的 就是很认真的讲一个缩帖 那当然代表他们台北市政府的立场 那那个时候作为一个立法委员 我在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 我展现我看到了他的专业 我看到的是他怎么样去思考 这个中央制度的变革 对于地方所会产生的影响 对于地方所会产生的影响 对于不知恢に 那时候再次发重新闻 我们下枚的影响